老闆 什麼啊 他剛剛說沒有騙子了 沒騙 是沒有什麼騙 孤車還是試車 他說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沒騙檢了 好啦拍這台好了 可是這台那麼髒 好啦拍這台拍這台 我去把它洗一洗 我們出去拍這台 好走 先講第一個鳥的地方好不好 你看到這倒車沒有顯影 這台車是2014年 這時代很多福斯的車 Skoda的車啊 配這大螢幕 可是不給鏡頭 要選 你知道這車那時候賣95萬 95萬嗎 不給一個鏡頭 人家Toyota 納字節 電子設備 有多多上多多 他們就不留心這個 那個都要加錢選 還沒開始拍就先 先講不好這樣好嗎 先洗一下 沖一下沖一下 今天莫名其妙突如其來的老師推車2014年的Skoda Rapid 我們的這個新車規格資料 放在這邊 這台車小事親自測試了一個禮拜 把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純屬個人言論 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就是本台 好吧 那底下的發言都是個人的言論 也是本台立場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台車其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應該也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太貴了 有沒有 玻璃天窗 這個感覺就很像把屋頂烤成黑的 作用差不多 你就從裡面才知道差在哪 對不對 然後這個高級手折後照鏡 這個要怎麼說好話 馬達不會壞 對不對你看 手折都方便 折一下就好啦 對你先不小心對不對 跟人家撞到 不會壞 耗出來就好了 省錢 對不對除非你把撞斷 不然用到你報廢也不會壞 如果今天這個是電折後照鏡 一撞是怎樣 馬達就開啟 齒輪就開啟 賣車會不會講 有電折 我們配備高級電折後照鏡 沒有的時候 我跟你講 哇你賺到了 省錢 不小心給你撞到 沒關係我們搬回來就好了 從這個車我自己已經 試開一個禮拜二 那車上偶爾還聞得到新車的味道 它跑5萬多公里 這邊會滴水 滴水的原因就是 這邊的水 會經由你如果開玻璃 會從這邊滴進室內 你看95萬的車 沒有電動後照鏡 還有什麼 還會漏水 漏水這個不能講 它不是漏 它只是設計沒那麼好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沒有皮椅 熔布椅 熔布椅比較不好清潔 方向盤 什麼按鈕都沒有 電動頭燈 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個是我開車的位置 所以後座還蠻大的 後車廂 389公升吧 其實389公升多到我也不曉得 好啦 反正齁 你如果試這個Fabia 大概就是它一半而已 它就是比Fabia多這一節出來 Rapy 它這個應該叫做 Space Speck 空間後面 是不是這樣講 這就是Fabia的尾燈 我可不可以共用 看起來好像大小不太一樣 介紹完了 有霧燈 前後霧燈都有配 然後很奇怪 Fabia的車這裡 都會設計一個鎮箭夾 Skoda的車 每一台都有 有沒有 你如果有殘障手冊 你停車 你如果沒有殘障手冊的時候怎麼辦 有沒有 就這樣 沒有殘障手冊 有殘障手冊的時候 就夾殘障手冊 沒有殘障手冊就夾這個 我跟你講它玻璃被在交迫 不要亂寫 收好 我覺得這個輪胎太厚了 1856015 一台95萬的車子 你給我Vios的輪胎 Size跟鋁圈 所以你看60因為很高 所以齁 我在這個過彎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輪胎太軟 我有聽家瑋哥的話 我有量胎壓 不要再跟我講胎壓 這個胎幣真的太軟 但是它舒適度是很夠的 你如果要開舒服的 慢慢開 坐的人 基本上我隔壁的 我老婆沒有發出任何的 怒吼的聲音 舒適性應該是過關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熱血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不太夠 然後基本上 大概就這樣 配一個螢幕不給倒車鏡頭 配備我覺得真的 我怎麼樣都覺得 當初新車叫我花95萬買 這個我真的買不太下手 所以我本來這個車賣50幾萬 後來我就降價了 一降再降 再賣不出去我再降 你們就都不要來買 好不好 降到最後一元起 不要做慈善好不好 不要啦來買一下 這個車做慈善會虧死欸 然後我最討厭的就是這種 我上次也講過 跟我那個凱燕一樣 他們那個點煙器 你看現在熄火了 都還一直亮著 你們看那個紅燈 有沒有都熄火了 還一直亮著 所以我都要做一個 有開關的點驗器 這樣你才會下車把它按掉 你如果有一些行車記錄器 是必要你發動 它就要開始錄的 那你當然了 你就要去找保險絲 但是這種進口車的保險絲 就要注意了 你要找到正確的保險絲 有些以前錯誤的觀念 因為現在車都走車身電腦回路 你如果去搭到一些車身電腦的回路裡面的電的話 你可能會造成你的電腦損壞 甚至燒掉 所以一定要找專業的 不要自己亂找保險絲 好啦 那現在我們出去試車吧 走 阿呆你知道我這台車 我已經開一個禮拜了 有沒有看到 全景天窗無保 這塊玻璃要多萬了幾萬 你知道我為什麼窗完不洗嗎 你那個門旁邊衛生紙抽幾張給我 因為它就是它這個剛下雨過後有沒有 它從這邊都會滴水進來 剛好我剛剛水好像噴不夠多 所以它今天沒有滴 不用大雨啦 只要你這個屋頂是濕的 因為很奇怪 它這個車排水做的不是很好 然後這個玻璃在這個外側 所以水都會從這邊滴進來 直接滴到這邊全濕 滴到這邊全濕 尤其是你轉彎就啪啪啪就開始燃了 然後這個玻璃你看 很大聲 它這個應該是線位器的問題 這個要修 它那個關的時候 它應該要關的 它不知道要關還要處理 2014年的齁 這個叫RAPPIT 它的大小就是介於這個 法比亞跟奧特維亞之間的大小 欸現在好像很流行 上面Skala的齁 Skala好像就是要出來取代這台車的 它這個1.4渦輪增壓的引擎 應該是跟Golf的那個引擎一樣 可是齁這個車 從我第一次接觸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賣太貴了 你知道95萬 媽的倒車嫌疑不給我 恆溫空調也不給我 方向盤快撥鍵 什麼都沒有 定速換檔撥片 連自動頭燈都沒有 齁有點 對啊 就只有這個 最屌的就是這片 它也不能打開啊 通風也不行啊 啊我跟你講 這個夏天就真的要死 可是我跟你講齁 好就好在這個變速箱 跟這個1.4渦輪增壓引擎 122匹2馬力 雖然聽起來只有122匹2馬力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引擎 搭配這顆變速箱 真的是很屌 好像是7速自首牌 雙離合器變速箱 你看齁 我現在時速才60出頭而已 它已經到7檔了 這變速箱一定很省油 你看我現在這桶有開了340公里 油箱還有半桶 現在油又便宜 一省再省 省到底為止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引擎在高速公路啊 真的很好開 0到119.4秒喔 但是這個車開起來很輕快 可能是因為齁 我休旅車開多了 它這個在過彎的時候啊 高速過彎啊 真的很損 這個底盤真的是讚 不過齁 為什麼齁 福斯一直不肯放棄這個 雙離合器的DSG變速箱 而是一直在改進一直在改進 我在這台車試開的時候 深切的感受到為什麼 這是一個很好的變速箱 邏輯性非常的好 開到這車在高速公路上面啊 180之內啊 真的都非常的靈活 然後它又小巧 切換車道又靈活 重點是隔音真的很好 它雖然上面做一個玻璃 其實正常的車子上面是一塊玻璃的時候啊 應該很吵 風會一直咻咻咻咻咻咻 可是其實這台車完全感受不到那個風切聲 底盤的製造也做得很好 我也不瞞大家講 這個車我買回來 我印象中我是買45萬 因為我當初我第一次沒買過這個車子 然後我就去上網查資料做功課 就哇新車一台95萬耶 然後欸45萬折半 折半還要47萬耶 我想說欸95 五年車折半更多應該可以買45萬 就買了 結果回來我一次 真的老實在 媽這些鳥佩佩 什麼佩佩都沒有 有啦有導航啦 有藍牙啦 沒有A4 CarPlay那什麼Play小的 我沒有 那這導航我最喜歡這種導航 那種舊版的導航 這種圖看起來就落字落字了 那不如看那個Google Maple 我本來喔 想說欸可以賺個兩成 我買開價是52萬還53萬 結果後來我試開這個車一個禮拜之後 有沒有 我就自動降價 現在特價只要49萬8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叫我花50幾萬買這個 我真的我也賣不下去你知道嗎 這車我當初看它的里程很少 又白色又沒賺過 新車又95萬 那我想說欸這個車賣個50出頭萬應該OK 回來應該可以小小賺一下 沒想到 落賽 可是喔空間運用上面還不錯啦 它這個就比發比亞太小 發比亞或這輛短短的而已 然後又比 控比那種那個叫什麼 奧特維亞那種來的小 所以就看看喔 有沒有剛好喜歡這種 適合這種大小的人來買 可是這車我可以跟大家講喔 在高速公路真的很好開 你的爬坡 你的再加速 你絲毫都感受不到 它是一台1400cc的車 因為我覺得整個這個高速公路加速啊 然後換檔的邏輯啊 因為它這個七速變速箱啊 真的做的持筆蠻密的喔 欸我後來發現喔 我們每次要做老師推車 我們要講一台車 然後我們講它不好的地方 就會很跳出來 後來黑白說 怎麼怎麼怎麼 我講到這麼難聽啊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不管什麼車 都有始終愛好的人 那當然聽到我們講不好的地方 他們就會跳出來反對 所以既然如此 不管怎麼講 都會得罪人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不要管那麼多了 反正講什麼都會得罪人 所以大家如果只是喜歡看說 哇這個車 哇開起來 欸隔音風切表現非常的好 齁 絲毫感受不出 這是一台什麼1400cc的車 換檔銜接邏輯 非常的正確 齁 開起來根本簡直就是順暢無比 真是太好開啦 大家就只能這樣啊 因為這樣做是唯一 能夠取悅大多數人的方法 沒有喔 都講好話也會被酸喔 都講好話也會被酸 都講好話也會被酸 它還沒入檔完成啊 你就油門加下去有沒有 你會有一種爆衝感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開DSG 我在測試了這一週裡面 我發現DSG變速箱啊 在這個塞車或者是停車 要倒車入庫啦 前後移動的時候 那最恐怖了 你沒有辦法很準確的抓到 你那個滑行的距離 跟動態跟速度 你家油門又很怕它衝出去撞到前面 那你油門不踩想要讓它滑呢 你又覺得它好像不太想走 就是會很假會很怕 然後還有一個 在市區坐車的人會很不舒服 它就是會有一個那個離合器 銜接像手排車的感覺 可是這個手排車離合器 又是它放的 不是我們自己放的 所以你不知道它要放快還放慢 然後呢 坐車的人就會怎樣 前後前後 會蹲一下蹲一下 會蹲一下 坐起來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尤其是在前後路的時候 那更可怕 會有一種那種離合器這樣 抖抖抖抖抖衍的感覺 我講一句良心話 雖然它這個2014年之後的這個調校 已經比起2010年到2013那個左右的DSG變速箱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修正過 因為我跟你講阿達 那個6代的2010 2011年的Golf 開起來更老賽 開起來根本就是不舒服 它那個邏輯還沒有修正很完美 韌體還沒有更新的很好 總之這個車你不能起步太急 你起不在起就是會蹲就是會衝 會有一種爆衝感 第一次開DSG變速箱買新車的人也好啊 或者是他第一次開到DSG變速箱 很多人因為這樣 停車的時候前進後退去裝到別人 如果你是開這個車 你曾經有開過DSG送禮器變速箱 在停車的時候去不小心頂到別人 你在下面留言 好我現在要起步囉 我現在放油門盲產 有沒有 你整個衝出去的對不對 很大力的對不對 停下來之後變綠燈了 煞車鬆開 你要給他一秒的時間 銜接到你才可以加油門 你如果在他銜接之前 你集加油門就像剛剛那樣 像爆衝一樣整個這樣衝出去 這個車他底盤做的不錯 隔音也做的反饋的聲音也做的很好 坐起來我覺得算舒服 因為我隔壁的人肉汽車舒適機 沒有發出聲音 對沒有叫 所以舒適度應該還OK 柔軟度應該還可以 但是對於我來講啊 我覺得避震器行程太長太軟 還有他這個輪胎的扁平比比較厚 輪胎太軟 所以呢 當我開到這個車在山路開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是 如果我要買這台車 我回來 我一定會把鋁圈加大 扁平比變薄 這車至少功力增加三成 因為我覺得他的底盤表現 就被他這個扁平比過厚 過軟的這個胎幣被他害 然後再來一個 這個車上山的邏輯是很棒的 他的轉速會維持在一個 你隨時踩油門 他都會衝的一個轉速 我現在都不用切到任何的S模式 什麼都不用啊 我們就測試他原本 他過彎的時候我都會聽到那個輪胎壓縮 然後摩擦這樣 齁齁齁的那種聲音 阿呆你聽輪胎喔 有沒有聽到輪胎啲啲啲的聲音 過軟的輪胎 就會造成他的這個過彎的極限降低 剛剛也沒多快啊 50而已 他輪胎就啲啲叫了 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阿呆我們剛剛如果再快5公里 我們就撇出去了 不過不要擔心這個車有防滑 沒關係 好再來一個喔 我很不喜歡這個車下山的國際 他轉速一直幫你擋煞 一直幫你這樣擋 會造成什麼 轉速很高 頓挫很大 因為他一直幫你轉速 維持在一個很高的狀態 沒有錯他是在幫我擋煞 但是其實坐起來是不舒服的 我下山沒有那麼快啊 我下山不用隨時加油會跑啊 就讓我慢慢滑就好了 我覺得坐車的會不舒服 但開車也會覺得說 我的引擎一直發出很大的造型 所以這個車的底盤 避震器行程過長 既然說避震器行程過長 為什麼我覺得只換鋁軒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 你還是要顧慮到坐的人的感受 當然你避震器也可以換短一點的行程 可是我會覺得這樣你就會 喪失掉乘坐的舒適度 你如果再換一根避震器 我覺得太多了 除非你很熱血 然後呢這個方向盤偏輕 方向盤是偏輕 不過你看身為一個專業的車評 當你測試一台車 方向盤開起來太輕的時候 要怎麼講 路感不明確 不是 路感不明確是不好的話 對不對 你要正能量轉向靈活 轉向靈敏輕鬆 開起來沒有負擔 女孩子也可以上手 會不會 下次有沒有學起來 之後阿呆就會變成車評了 以後阿呆出來就專門就是走正能量路線 多只講好話 對 多只講好的 講壞的就那個 我答應你了 幹什麼 為什麼 受傷的總是 好 我覺得這個車喔 雖然我說它賣那麼貴對不對 坦白說 它的安全配備 給的是滿足夠的啦 好 六個安全氣囊嘛 側邊是氣連 那它那時候在2013年 這個1.4T的引擎 有得過這個德國引擎大獎 然後它有這個 EURN CAP的五顆星的碰撞測試 我現在低檔對不對 我現在是車頭朝前嘛 我現在打到 放下檔 放下車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 它先往前了 然後自己再往後有沒有 可是我踩了煞車之後呢 它那個力道就不見了 因為我想要慢慢的退後嘛 我怕它退後太快 所以我要踩煞車對不對 可是我一踩煞車 它又不給我動力了 它又跳出來了 然後我現在再放煞車 又一次 又一次 又往後了 我覺得太快 我想要慢一點 我踩一點煞車 它會有一種像乳形的感覺 你知道嗎 像毛毛蟲這樣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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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烙賽有沒有 整個就是一個 很不符合我們以前使用的 習慣性的感覺 所以我在說 這個變速箱 唯一我自己覺得 最烙賽的點就是在於 你在市區開的時候 塞車 還有你要停車 前後停車的時候 我會覺得真的很不舒服 它這個見仁見智啦 反正你講這個不好 有的Skoda VAG 服飾車主 我車超棒 你的第一名 什麼都有人講 反正你喜歡就好 我只是 救我的感覺 好不好 總結就是 這台車95萬 我不知道 我搞不懂 為什麼當初人會買 所以造成市面上 其實這車也沒幾台 然後有第二個 我覺得有可能 它可能新車的折扣 蠻大的 可是其實這就是這樣 它跟你徵效耶 配備不怎麼樣 雖然號稱這個很安全 它又來給你一個好的德國的引擎 跟一個高速很好開 但是市區很落塞的變速箱 然後它賣95萬 那你可以不要買嘛對不對 你都不要買 自然而然它就會降價 它就會輕庫存 90賣不掉就賣80 80賣不掉就賣70 我覺得現在做生意的人 其實也蠻可憐的 你站在車場的立場 你是不是很可憐 它做一台車無非是什麼 賺一些錢養一些人嘛 賣太貴 又被靠腰 賣太貴就不要嘛 它就會降價 我就這樣覺得 所以其實做車也不好賺 它想賣貴一點 就會被閒東閒西 賣太便宜 又用搶的 所以也不好做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回歸一個市場機制 網路上也聽過一些消費者 就跟我反映說 這個品牌的某一些原廠 有發生過一些消費的糾紛 曾經我有一個 不是我賣的啦 有一個消費者 他去買一台二手車 然後他就是因為 他那個車還在原廠保固中 那我忘記他壞了一個什麼 他就回原廠去想要出保固 結果你知道原廠跟他這麼講嗎 原廠知道你真的買二手車 他跟你講說 他這個之前有一次的保養沒有回來做 所以就不保護 可是像有時候你看我開店做生意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會盡量避免去跟客人起衝突 我跟你講一定有奧卡 我們也常遇到 就是只是要拗而已 車開起來沒怎樣 他就一直覺得 我就說有怎樣 就是拗你要換新這個換新那個 再來第二點我們賣的是中古車 你回來什麼都用新車的眼光要求我 只要你點到這個這個這個都要換新的 那我這行業做得下去嗎 也做不下去嗎 可是當然啦 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會盡量的避免跟客人起衝突 尤其當我們今天是一個財團 是一個大品牌的時候 我們更應該要為了我們自己的口碑 跟這個招牌的永續經營 我們更應該盡量的避免跟客人 消費者糾紛 發生糾紛到讓人家上網去投訴啦 還是讓人家出來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一個兩個 你還可以靠你的品牌光環去和洩 就是把它搓圓仔湯搓掉 整個那種感覺 品牌光環過大 你還可以說這個案啦 這是客人的問題 但是當初來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越來越多反映說你原廠的這個保固態度不好啊 保修態度不好啊 那漸漸的我會相信啊 我會覺得你在品牌經營上你不認真 你為什麼會讓這麼多客人出來反映 這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其實像我最近看到也是這個Skoda這個牌子 有一個糾紛也是嘛 客人回原廠保養都是自己帶油 甚至說有些東西他是自己備料 然後去外面換 我講實在話不要講原廠 我就講我小試汽車 我賣你一台車 啊你出去保養 維修什麼你都給別人做你也不回來 啊我們跟你也沒感情啊 不常回來啊 你跟我買了車你就從來沒回來 講來念賺不賺錢是一回事 那至少你要回來讓我知道說 你有好好的在照顧他嗎 你拿來我這邊換 或是你在我這邊換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你用的是什麼零件嗎 如果那個零件不好的話 我們可以跟廠商退貨啊 那你賺錢都給外面賺 你都找便宜的料 大陸來的也好 哪裡來的也好 出問題才要回來叫我幫你修 我覺得這樣也很奇怪 我覺得喔 這社會負能量太強 大家將心比心嘛 有很多人喔 感覺啦 給人家賺一點錢 好像就是他媽 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慈弩一樣 但是我是覺得大家互相 你今天你從我這邊出來的東西 欸你好好照顧他 你定期照顧他 他真的是我們的舒適他壞掉了 那當然我們幫你修都沒有關係 好 那你爽都在外面爽 爽完了回來就在跟我要錢 我哪要理你 對不對 我做服務業都那麼卑微 啊是說做服務業好像都蠻卑微 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再抱怨 抱怨就是沒有用 這永遠不會有結果的 好啦 那今天這一集這個 小思絕太貴的 Rapid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留言 分享 支持我們做更多 跟車有關的影片 下次見啦 掰掰 吳白 下次見 可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上車啦 Zither Harp 上車啦 上次我一個朋友 那個新車車評 他跟我講說 一台車假設賣到消費者 升上90萬 其實他成本大概是 製造成本大概30萬 所以他賺了60萬 沒有沒有沒有 他賺30萬 他30萬吼 比如說到了台灣好了 應該就變成 假設就變成60萬 然後60萬再賣給消費者 就是90萬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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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製造廠到經銷商 經銷商到賣出來是三分之一 大概是這樣 當然不是每一台車完全都是這樣 這算秘密嗎 還是很多人其實應該都知道 就跟大家都知道手機iPhone一支成本幾百塊而已 你不知道喔 手機一支成本都幾百塊而已 好像了不起 好像一千塊了不起了吧 我印象中 就是它那個是比你想像中的便宜很多很多非常多的那種便宜 沒有這其實我覺得這個不為過啦 他們有些東西行銷費宣傳費花很多錢 你就跟愛迪達鞋子一樣 幹呀一雙我媽的五千八千 以前找我媽的球星Copy Brian Curry 還是誰我媽的代言 愛迪達是那個啦 James Harden 喔 詹黃的喔 詹黃是拉方券 詹黃是拉方券 我看一下你真的有看耶 對不對找那些球星 那出來代言一次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數字應該是很大 所以行銷也是要花很多錢 所以我覺得翻倍翻倍是不為過啦 有時候我都覺得這樣啊 他就要賣九十幾 那你不買他就送不了 他就講假啊 口閒提升值愛買又愛閒 對不對 像我這種 我也算是車主 因為我也是買了啊 我講我車貴應該可以吧 我有買耶 我好開心耶 所以我算是車主現身說法 只開一個禮拜的車主現身說法 之前車主看到 不知道會變難過 他搞不好就是太難過才賣掉的 我怎麼買那麼貴 我是白癡 然後就買賣掉會不會 我跟你講這很多搞不好 之前也是裡面主管開的 業績車 為了業績 對啊 買賣開開然後就賣掉 而且你看喔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 嘶嘶嘶的聲音 冷眉的聲音 冷眉不夠的聲音 嘶嘶嘶嘶 要補冷眉了 什麼是 又不是 藝人 爹 這 感谢观看